健康早點名 養生好料理 常到常清 身體自然清喔 好 今天請到的我們是 亮萌老師 有健康料理達人之稱的亮萌老師 今天將教您如何煮得健康 吃得健康 所以我們一開始要做的是 一道這個湯品 對嗎 對 沒錯 菜名就叫做 豆奶蔬菜湯 今天要介紹的第一道菜是 豆奶蔬菜湯 所需的食材有 無糖豆漿600克 蘑菇10粒 杏鮑菇一根 鮮香菇六朵 草蝦六尾 洋蔥二分之一顆 高麗菜六分之一顆 大蒜三粒 胡椒鹽少許 巴西粒少許 現在很流行喝無糖豆漿 對 那你買了一壺 或是自己打了一壺之後 沒喝完怎麼辦 所以媽媽又省荷包了 對 一根豆漿兩個吃 是這樣的意思 對 早上吃跟晚上吃 太好了 那我們一開始需要先 我們先要來炒料的部分 我們炒的時候呢 我們首先第一個要炒的東西的話 一定是先炒洋蔥 炒香 對 要炒香 那洋蔥本身的話 它炒香之後呢 手軟轉成透明的 它的甜味才會出來 好 所以不然的話就會刺激 所以我們平常的時候 也知道炒洋蔥的話 你直接沒有把它炒到軟了 直接就加蛋下去了 洋蔥炒蛋就不會好吃 好 那洋蔥的時候 我們就要炒的時候 再直接再切就好了 因為它會散發刺激的味道 對 我有感覺了 對 一直想哭 它好快喔 直接就把它下來 所以你冷油冷鍋也沒關係 對 嘿嘿 我來在你忙的炒 那直接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來做拌炒的動作 先讓它有一點那種 噗噗噗噗的聲音出來之後 讓它香氣出來 那我們等一下一續的時候 我們再加入我們的高麗菜 你所有的材料要切 比如說絲就全部切成絲 快就全部切成快 對 沒錯 你看我就是炒這個洋蔥 開始有提提炒炒的 對 你會看到一開始的時候 你聞到洋蔥的時候 你會覺得不是很喜歡它 因為它是刺激的味道 但是你開始喜歡它的時候 是因為它變香了 要變甜 對 接下來我們就把大蒜放進來 好 你是用切蒜片 對 這是超過兩顆大蒜的量 對 兩三顆 開始有香味了 香味就出來了 好 接著 那接下來的時候 我先加入高麗菜 因為高麗菜會出一點水 對 我先加入香菇的話 它香菇容易吸油 那容易讓鍋子變乾 那乾了之後你就會覺得 你到底是該加油好呢 還是加水好 對 常常有這種煩惱 對 因為菇類就是真的會 它的特性就是會吸水吸油 所以我們利用高麗菜下來炒之後 裡面的洋蔥也繼續在拌炒當中 對 然後還有大蒜 所以它整個香就出來 高麗菜炒了之後會香 會軟 會甜 而且會出水 現在這樣子就有煙 出水了 然後我們就把菇類加進來 好 因為剛剛老師說 菇它會吸水對不對 對 也會吸油 對 所以我們這邊讓高麗菜炒到軟 它出了水 香菇再下去 要不然你先炒香菇的話 香菇就會變得炒得乾乾了對不對 對 其實我在這裡炒了已經 我來這邊炒 我在家裡有人搶著炒啊 我都搶不到 好 因為是還滿熟練的啦 真的啊 拜託的 我也是在媽媽 我們煮了這樣差不多了之後呢 我們就先加入水 那妳利用炒香的蔬菜呢 加水下去煮的話 也是會有它的香氣在的 所以我不用刻意在這個時候 加高湯進去 加水就可以有甜味了 因為媽媽們她們可能不 太麻煩的東西她不想做 對 我發現常常有時候做得很高興 結果是我們自己很高興的 媽媽說老師妳做得很棒 可是回家 妳知道為什麼嗎 我都沒有做 因為買菜的時候常常會忘記 料都買不對 你知道嗎 然後比如說 這道菜它要香菇 要高麗菜 要洋蔥 你就忘記買洋蔥啦 那就不想做這道菜 一個是買不對 一個是她覺得材料只要太多 她就覺得很複雜很麻煩 所以我們今天選的都是在 在冰箱裡比較容易常會有的東西 然後也很容易隨手可得的 那這樣子煮了之後呢 就會有香氣出來了 然後而且湯的話 你會發現已經不是白開水了 是有那個蔬菜汁全部都融合在裡面 尤其是我們的菇類的話 也有很豐富的多糖體在裡面 然後它煮出來就有點稠稠的 溝溝 它是天生勾芡就對了 對 天生 自然勾芡吧 然後我們再加入 早上喝剩的豆漿 無湯 對 無湯豆漿 現在媽媽很流行自己打豆漿嘛 然後你就多打一點 晚上呢就拿它來做湯 對 拿它來做湯 那我們就說這個是在晚餐的時候 我們要來吃喝這個湯嘛 那妳為了不要讓妳的老公認為說 這是剩的東西 妳也要晚餐 也要豐富一點 我們就加入我們的炒蝦 炒蝦 好大吃喔 那其實牛奶鍋跟豆漿鍋 其實對海鮮的東西是很適合的 很適合搭海鮮 對 很適合搭海鮮 所以我們等一下水滾的時候 我們就再把蝦子放下去 我們拿在家裡吃也一樣也可以這樣 尤其是妳有人幫妳多嗎 妳就可以請她 妳怎麼都瞭解我們家狀況 妳只剩蝦人的時候 可能看起來就沒有什麼東西 所以妳要讓它看得出來蝦子 那媽媽們 對 所以 因為老公會覺得 妳的菜錢為什麼那麼貴 他看見他的料都很好 他就知道他錢花到哪裡去了 所以這個那麼貴的東西 不要把它摘掉 所以妳把頭留著 尾巴也留著 那留著的最好的方法 妳在湯裡面也不能掉 就是妳把妳的第一節的地方要留住 殼 殼的第一節要留住 妳只剝中間的部分 然後尾巴的最後一節妳要留住 那這樣子的時候就是 像這樣 頭一節 尾巴的前一節都留著 妳就中間的時候的肉是流出來的 所以妳到時候吃的時候 妳只要輕輕的把頭一夾開 然後這樣夾著尾巴 妳就可以吃到蝦仁 對 不然會縮起來 對 那尤其是妳把這些蝦頭 一起下去熬湯的時候 它就會很甜 會比較鮮 好 那我們這樣就好 直接下...我們蝦羊的湯滾了 對 蝦子就可以下去了 其實這樣這道菜很簡單耶 非常簡單 像那個蝦子 有時候媽媽是買現成的蝦仁 這時候湯裡面 就必須要下很多蝦仁 對 對不對 因為妳就是它太小隻了 對 看不見 看不見 但是妳把整隻蝦放下去 好豐富喔 對 它會覺得很高級 對 然後又把老公的菜錢騙到了 沒錯 就會有錢當貴婦了 妳就可以去買東西了 起鍋前的時候呢 我們再把我們的 把洗粒放進去 然後妳可以留部分 在喝湯的時候再灑在上面 妳就會看起來比較高級的 可以攪開 然後因為我們這個湯 有一點點小小的 濃濃的感覺 對 那所以呢 我們要加胡椒鹽下去調味的時候 妳可以加一點點的水 在我們的胡椒鹽裡面 妳是這樣子弄啊 所以妳用這樣子的時候 把它淋下來 它就很快迅速的 均勻的溶解在這裡 又學到一個小撇步 媽媽媽妳看到胡椒鹽 是用水把它化開 要不然妳丟下去 它會像麵糰一樣 再開完再開完 那現在這樣子就好了 我們就可以稍微把它 燜一下就好了 那我們就做下一道菜 好 再燜一下是不是 對 那就可以洗一口 太好了 洗火 對 直接洗火 好 我們在等待它燜熟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另外一道菜 接下來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義式炒鮮菇 要準備的食材有 蘑菇10粒 杏鮑菇1根 鮮香菇6朵 草蝦6尾 蘆筍3根 黑木耳1至2片 洋蔥1顆 大蒜3粒 蘿勒葉5到8片 義大利黑醋少許 及黑胡椒粉 這道菜呢 很方便的是 跟它是一樣的材料 太好了 那它差別到底是什麼 可是 可是他們其實已經把它 煮成這樣子了 你可能也 不太會看到它的菜 所以呢 應該是還好啦 吃不出來感覺 假如你介意的話 其實一樣的材料 我們就放到第二天當煮菜 可能就會比較有區分 沒關係啦 就一天兩道菜 老公吃不出來的啦 真的 不會啊 因為 老師還是比我 高高一尺 磨高一丈你知道 那妳看嘛 剛剛剩的洋蔥 又可以馬上用了 就是 對 就很方便 洋蔥真的耐放 對 今天我們節目 不是要教妳做菜而已 還教妳 這很重要 很多新手媽媽不懂這一點訣竅 一樣是把洋蔥 對 利用洋蔥 它可以帶出鮮甜的味道 所以我們把它切丁 我們先來教大家一下 因為雖然是一樣的蝦子 其實要把它偽裝一下 改變一下它的感覺跟形狀 那所以呢 剛剛我們的這些蝦頭呢 我把它剝掉了 那我們剛剛說那蝦頭很重要 對不對 你記得剝掉不要丟掉 把它裝袋子放冰箱 幹嘛 我們改天煮菜 拿來用 蝦仁剝好之後 然後妳就把它捲這樣子 然後從頭到尾 這樣子給它刮一刀 所以它就變這樣子打開了 變蝦球 對 然後所以妳這個蝦子呢 看起來就會變比較大漆 這招媽媽要學 所以妳就買那個中蝦 就可以報大蝦的錢 那我們就油 加進來 可以這樣玩 對耶 對 現在真的是 太 做菜太有意思了 我有一次在家裡面這樣做 我婆婆說 就是她不相信現在做菜 可以這麼好玩這樣 我們洋蔥就把它炒 炒過之後呢 也一樣香氣出來之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 大蒜加進來 義式炒煎菇裡面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除了這些菇之外啊 其實就是要用到 有一點像醋類的東西 然後在我們義大利的料理裡面 我們會做的 用的是義大利黑醋 有很多媽媽說 我買這一瓶幹嘛 因為買了之後 她不知道怎麼用 也不會用 對啊 然後太麻煩了 一瓶又是還滿大瓶 重點是又滿貴的 那現在又很流行 其實跟水果有關 製成的一些什麼 類什麼水果醇啊 或者是一些醋類的水果醋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酸甜器 來做替代 那妳就變成是一種 創意另類的一個 義式炒煎菇 所以料理看起來 這些原料材料都差不多 但是妳使用的這個 比如說像醋 妳變化過 醇 加了多了一個醇 你炒出來的風味 就跟別人不一樣 對 炒香之後 也會有一點水分出來了 水分來了 那我們就把菇放進去 好 水分來了 就叫香菇去吸收它 對 那這個的話 菇一定要把它炒得有點半熟了 我們才能夠做別的東西 菇還要花一點時間 什麼 大聲一點 對 妳有時間到我們餐廳幫忙嗎 炒得差不多對不對 對 開始沖水 透了 我們把蝦子放進來 我後來發現 你看現在媽媽 就一個鍋子 就可以搞定所有的食材了 沒錯 妳就把它撥到旁邊 讓它繼續的熟 然後另外這一邊呢 就拿來煎 那妳看我們剛剛是不是把那個 我們的蝦子放進去 然後把它先翻兩面了之後 然後現在再把我們的木耳放進來 放另外一邊 好 那我們就可以稍微把它攪拌一下 你看沒有妳俐落 妳其實可以稍微這樣子滑它就好了 然後這個是當輔助 然後它就可以很均勻的 所以妳看這樣子蝦子 有沒有整個捲起來變很大很漂亮 很大耶 對 好 這就是有點像鳳梨蝦球的這種做法對不對 沒錯 然後我們就再加入一點點的香料 好 蘿勒葉 這是蘿勒葉 對 接著 蘆筍也是很棒的 蘆筍也是削皮 你水煮過了 尾巴的時候要削皮 要起鍋前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加喔 好 我們要加一點點的鹽巴 海鮮的東西呢 加一點點的鹽巴進來 跟菇類來做一點點提味就好了 調味 然後我們再加一點點的醋香 我們今天選的也是檸檬唇 我們加一點點的黑胡椒 喜歡辣的人 可以在這裡的時候再加一點點辣椒 好 那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起鍋啦 對 這樣子就可以起鍋了 完成了耶 這一道菜 好 你要把它這樣子排上去 然後才會覺得高級 真的耶 最後料再拿出來給人家看一下 再撒一點點的黑胡椒 對 色香味嘛 要聚全 所以我們把番茄 你看 只有弄到一點點的屁股而已 要紅色點綴 就是用這個方式就可以了 這顏色就整個跳出來了 對 然後在盤子的部分的時候呢 你不想去擦它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原來這招是因為餐廳不想去擦 乾淨的盤子發明出來的 不是 這樣子跟媽媽講 比較淺顯易懂 對 那你就可以用類似的方式 就可以做一個叫做裝飾的作用 是…像我們在 我們是刻意去裝飾的 我們不是是那個 我們會撒上一點點的辣椒粉 辣椒在旁邊 那看起來就有裝飾的效果 太好 其實在家裡這樣子 已經非常豐富了 對 趕快來看一下 這次是我們養生好料理 亮萌老師為您帶來的 義式炒仙菇 看完了亮萌老師為我們準備的 這兩道健康好料理 您是否也想自己試著做做看呢 別急 現在就讓玉芳為您先嘗嘗看 味道怎麼樣吧 好 我們的平常時間到了 趕快來試試看 非常有義式風格的這些料理 先吃這個蝦子 因為是我炒的 為什麼有檸檬的香氣啊 用檸檬唇啊 對… 而且它的味道跟我以前吃到 像這一類的炒菜不太一樣 對啊… 不就是因為加了日檸檬唇的味道 對 然後很多媽媽沒有義大利黑醋 都用台灣的烏醋 那個味道起來覺得有點… 台…有點怪 對 就是覺得沒有那麼… 又沒有果香 也沒果香 對 所以我建議就是用水果醇 水果醋就會比較類似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要喝這個湯 嗯 喝湯 可以… 因為是豆漿的作品 所以是吃起來 所以起來就每個 就容易這樣吃一口吃下去 而且可以吃得很有氣質 可是我吃不出來 這是豆漿底耶 沒有啊 沒有那個味道 沒有豆腥味 對 所以它出來的時候就會很鮮 所以你喝起來是鮮甜的味道 你看我剛剛連調味都放到最低 所有的食材的甜味我都吃得到 高麗菜的甜味 然後香菇的香氣 這種味道 洋蔥的那種鮮甜的 香菇的味道都可以吃得到 對 沒錯 太好喝了 媽媽們馬上回家試試